所以之所以有这个因缘 所以我想救一只牛也好 救一只狗也好 救一只猪也好 你没有缘 你都没办法救到它 但是你没办法救到它 你就没办法报父母恩 那至少我们先报它世俗的恩 不要让它受伤害被杀 进一步来听我们可以报佛恩 能够把佛法给它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今天话比较多 就是希望大家真的把修行当作一种实践 而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宗教 让大家来念经拜仗很高兴 然后会有感应是没错 有加持 但是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 还是有太多太多的人 因为像我这个人 我有点强迫自己慈悲 我是很懒惰的人 但是要强迫 每次我经过老人院都真想 下策一下 去进去里面 人家又不要让我们进去 我还曾经有一次 要走过去 我们这里没死人 各位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然你们要来冲一下 因为我们只能说 想要去关心关心 然后慢慢的 后来我就说我不要出面 居室先出面 跟他们聊 他们去关怀唱歌 后来就告诉他们怎么超度 为他们做放声 做烟共 一步一步来 哪一天因缘俱足了 那我们找法师去帮忙 然后帮他们归衣 所以我希望各位这个工作 我从出家就开始做了 我在恒春 每天就叫人家去 只要家里有往生 基叔 你给我们看看 要叫叔父念金吗 跟他说 不用钱吗 那一年你要两五分钟 我也要两五分钟 我也要两十分钟 我也要两十分钟 所以当然他乡下就是这样 他不重视佛教 他重视道士 但是越不是佛教 你越要关心他 所以佛教当然要帮忙 非佛教也要帮忙 而且后来我也要开始跟他们说 你如果翁星的火化 人家那股堂也不用钱 我还帮他 找了一些人 他们去买了纳古塔 师父给你二十个位置 给你几个位置 但是有些人说 又不是在恒春 他们那么远 所以各种各种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才有机会 我们接了苗栗洪怀院 跟蚕子法师说 去逛长老说 至少苗栗洪怀院 纳古塔免费 慢慢一步一步来 所以因为有钱人没问题 但是穷人怎么办 当然我们接触比较多 比较多的穷人 因为接触穷人的好处是 像我这个人比较适合 我这个人不会交际应酬 对有钱人要交际应酬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对穷人 你就对他很好 这样就好了 他也不会要求你太多了 所以当然个人 什么人都要赌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想办法 好 所以希望大家 念下来 把慈悲带入生活 把慈悲变成责任 把慈悲变成修行 把慈悲变成生命 也就是说我们离开慈悲 我们的生命好像活得很苦 我现在的体悟是如此 活下来只是为了慈悲 其他都能痛苦 吃饭也痛苦 睡觉也痛苦 上厕所也痛苦 这个世间好像没有快乐可言 万法都是变化无常苦的 这样去体悟也有好处 有出离心 不想要执着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 但是唯一能做的是慈悲 所以我想就像说 师父我台湾的土地都给你 土地都给我 能做什么 当然尽量做而已 但是台湾土地都给你 那其他的地区还不是继续在受苦 所有台湾的钱都给你 那台湾你能够救 那全世界你也救不了 所以我认为随缘就好 这个没有多没有少 也不要去求什么 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唯一的就是要逼自己 能够去慈悲 因为你慈悲到底了 你成佛了 那你就有阿弥陀佛的净土一样 多少来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接受 对不对 而且你到了净土 你世间的所有业 所有病通通不见了 所有烦恼都不见了 所以那个地方才叫净土 所以每一个佛的净土 你只要往生那个净土 所有世间的苦都停止了 它可以让你专尽的 精进的去修学佛法 亲近诸佛 正空性 所以希望大家为了再问一次 要不要成佛 要不要快一点 所以要慈悲 不然你怎么成佛 你没有大慈大悲 没办法成佛 所以为了要大慈大悲 以慈悲心去正的空性 怀着空性去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 从你家里走出来 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特别我们现在知道 超度亡灵了 哪里没有亡魂 你看阿含经说 只要任何地方都有男女亡魂 这个世界没有亡魂的 你到每个地方都要去撒甘露 所以观音菩萨的甘露水 永远不会间断 各位如果有机会 真的在你家门口 请一尊小观音菩萨 小小也可以 一直让他滴水 咚咚咚咚咚咚咚 不要停 放一部念佛基 念大悲祝 念甘露水经言 念甘露诗诗 就一直让他 因为你那个念佛基 是你的悲心 因为悲心就会产生力量 那个水就会产生力量 所以我每次看到 有水池的部分 只要我能够坐在旁边 我就会一直念 把所有懂得 包括功德 融入在这一滩水里面 这个大水池里面 这个大湖泊里面 因为众生无量无边 希望他们可以 减低一点点痛苦 只要太阳一升下来 赶快射甘露水 为什么佛陀说 这个太阳一射下来 所有恶鬼道的皮马上就裂开 就像吸血鬼晒到太阳一样 所以你只要喷甘露水 乃至呢 开阴壳咒 他们那个阳光 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它不会皮裂开 它会进入清凉 下雨的时候更要念 你下雨如果不念的话 所有的水便流酸 洒在众生的身上 各位你要是相信了 你不信就算了 经典说你相信了 你下雨一定会 咬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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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的夜暴 所以我们一定要怀着悲心来转化它 他们的夜暴 什么时候念什么佛号 念什么咒语 来帮助他们 各位来请翻到176页 所以各位把慈悲当作你的思维模式 我做这个事情符不符合慈悲 因为我是为了实践慈悲心 所以我才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叫动机 就是说你恨一个人 你会讲那些恨他的话 让他不高兴 因为那是你的动机 那我们现在学佛了 这个是不应该的 嗔恨心不好的动机 我值得一定要消除掉 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都要慈悲 而且要百分之一百的慈悲 所以这里面不能有一点傲慢 自私 我想这个就是修行 有时候你会很累 也不知道怎么办 自己又做不到 就像说你已经在生病了 还要叫你笑 笑不出来 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 那这个叫修行 所以这个叫本 本的慈悲心来生活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动机 你做什么 都是为了慈悲 那慈悲就要原谅对方 慈悲就不能生气 慈悲就不能计较 等等 那我们就希望这个社会 也是佛陀的希望 人类佛法在这个世间 最大的价值 佛陀留下了慈悲 这两个字 慈悲是来自于 对万法真相的了解 空性 空性是个理论 但是慈悲是一种 行为的显现 它们是一体的 所以对有这个世界 看得到的 那就必须用慈悲来表现 你去研究空性 也是为了慈悲 千万不要掉落 空性的思维 而忘了慈悲 那就不是大乘佛教了 那是一种自私的 个人解脱了 没有办法去成就放生 乃是修慈悲的功德 所以没有众生受苦 我们也不需要成佛 所以我想 给人家看到的就是悲心 对你自己而言 是空性 因为空性 所以我要慈悲 而且要以空性去慈悲 不能有所求 我们现在对别人好 是有所求 那不是慈悲 因为你有利用价值 所以我对你好 因为我依赖你 所以我对你好 那个都不是慈悲 那种生活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呢 当然在每次法会 我们就做了很多 上供下侍的事情 然后就是希望培养这种精神 因为慈悲 所以要成佛 所以因为你不成佛 就没办法就尽慈悲 所以现在把它改成一个白话 我们一起列下来 本着悲心生活 本着悲心工作 本着悲心死亡 本着悲心禅修 本着悲心享受 困境来时 本着悲心去体验 这里面有两个字 虽然打错没关系 各位知道就好 当时你最好 所以每次人家叫我写书法 我都写这两个字 慈悲 师父你每次写都一样 我就这两个字会写 才觉得写得漂亮 有点意义 其他我写的都没什么意义可言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生命的目的而已 当然不离开慈悲心去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慈悲 生命才能够找到方向 活着 是很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我过过很有钱的生活 我也过过穷人的生活 我都过过 但是我发觉有钱更苦 没钱也苦 没钱是少少苦 有钱是大大苦 这个世间没有不痛苦的事情 但是唯有慈悲 让我超越有钱跟没钱 痛苦跟快乐 这是唯一我们要活着 所以我想各位 我很每天在提这个 我也现在要用这个方法跑遍世界 我在国外找了很多翻译 为什么要吃素 因为慈悲 因为你不吃素就不慈悲 你要结婚 本着慈悲去结婚 可以 因为你要帮助对方 爱对方 让对方离苦 最后呢 透过结婚 把他送出家了 你好厉害 所以你把他给度了 所以 但是你不是为了私心 为了自己而去修行 当然为对方想 永远站在对方的立场 所以用慈悲心来工作 你这样可以进步 如果你是为了赚钱去工作 你越做越骄傲 你赚越多钱 越离开慈悲心 所以一个老板 如果没有悲心 跟员工是对立的 做生意人 没有悲心 跟客户也是对立的 因为我要拿到我的钱 但是本着慈悲心 方向就改变了 所以你的先生对不起你 你会恨 但是本着慈悲心呢 虽然我不太舒服 但是对方好可怜 对方不懂佛法 不懂因果 欲望那么强 他造了这个恶业 他将来更痛苦 对方那个女生 也很痛苦 他大概是穷吧 我老公有一点钱吧 想一想 他们都好可怜 不是看不起他们 本着悲心去面对这个困境 所以